唯一SaaS 海外税务服务平台 多国VAT在线注册申报 人工家系统双重保障 VAT办理就在唯一SaaS 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那么其实它跟品牌就 你说的是那个 跨境电商目前在服装这一块 你讲了一点嘛 就是头一年是很痛苦 慢慢熬 熬到一年后你会发现 你找到这个基本功 对 你先要把基本功练得很扎实 笔盆要就所有的动作 你都要很规范 因为动作规范的话呢 你在后面练技术的时候 你就会打得更好 你的球数会更快 那么就是例如我的技术 我的动作已经很标准了 当我的打到3.0的时候 我一拍抽过去 我的球才不会出界 我的球才可以 例如我们打2-3-1 那他才可能穿越过对手直接打到 就直接让他截杀不了 我们才能有这种水平 但是他确实是一步一步来的 他确实是一步步来 你没有办法说 我第一年我就打到这个水平 它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过程里面 所以我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15年了 但我现在还在跟教练 你还在跟教练 对我还在跟教练 但是你教练水平不断的往上踢 对我现在跟的是省队的一个教练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 我们在一个节目里面会聊到网球 也聊到网球训练 刚刚文莲亚讲的一个点 我是非常赞成 是我在学打网球的头半年 我很想去打比赛 每次只要拿着拍下去 马上被人赶下来 你还不行 你回去那个小球场 是的 先去打墙 先打一个月两个月的墙 因为那是训练你的基本功 训练你的肌肉的 对 我们叫肌肉记忆 记忆对 然后再要来往呢 先把正手打好 然后就反手 双手反手 单手反手 包括你发球 发球 节肌 高压 高压等等 一个个每一个都少不了 对 是的 然后你在旁边训练场 跟你差不多年纪的 差不多水平的 能够打个七上八下了 在那里看 哎 你可以了 来 这旁边的那个入学入门 记得先玩玩 一步一步一步 对 他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但你们想过一个问题 这个跨境出口电商 你看现在Stalin 三千万用资 对吧 虚应 今年据说充八百亿 九百亿 你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压力的 你不会担心这个风口过去以后 你们的机会和窗口就过了吗 说句实话会有这种焦虑 这种焦虑肯定是会有的 我在这块的焦虑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回过头来我研究过某一些企业 就是发展的很好的企业 就是他现在已经做成品牌的企业 我看过他的整个销售曲线 我发现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点 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他实现了转型 他实现了转型之后的话 我看到他从2008年到2016年 他的销售曲线是平缓上升的 但是他转型了之后 他的那个曲线是基本上是直线往上走的 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当时那时候其实还是流量红利期 那么那个时候去做品牌的话 他会更快速 因为那时候没有太多人来干这个事情 但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做品牌可能会更加艰难 但其实过程也是一样的 我就说回Amy Amy的话他也是2008年开始的 但是他2008到2013年这期间 其实他2013年也只是干了5000万 一年销售他也只是干了5000万 但是在2013年他就在2008到2013年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已经把他的基本功量好了 最后的话他只是仅仅提升了 他仅仅只是提升了一个品 就是品牌重新定位 就是他的风格更加的 就是更加的统一 对他以前的话可能很多风格都会做 杂七宅巴的 就杂七宅巴的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他的所有图片都是拍 都是自己拍的 是做素材 对自己做素材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积累了整一个客户的数据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他积累了很大一部分的粉丝 他就算做5000万 他也是有粉丝的 那么再还有的话呢 他积累了 就他把整个团队的基本能力 他是搭建起来了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2013年的时候 他应该是2012年年底吧 他重新请了一个品牌定位的公司 来做这个品牌定位 但品牌定位的话呢 首先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要什么样的品牌 我们来复述给到品牌定位公司 他把一些很具体的 例如视觉怎么做 我们字体怎么做 他把我们呈现出来 是这么一个逻辑 当他做完这个之后的话呢 在整个视觉和摄影层面 他有了一个自的提升 那么在2013年的话呢 他的到2013到2014的话呢 他实现了300%的增长 从2013到2016的话呢 他基本上每一年 都是三四倍这样增长的 而且到了2017年 他就是 就是已经到了 10个亿的规模 这个就是一个字的飞跃 那么前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基本功练好 当我们把基本功练好的时候 我们再把我们的一些技术 加上去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字的飞跃 就是他会有一个爆发 我很喜欢你刚刚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可能现在只有5000万的营业额 但是5000万营业额是因为 可能商品来源也比较杂 也有个过程嘛 但是你开始去尝试 做自己的原创的素材 那就意味着你开始有机会 去沉淀你自己的用户跟粉丝 对 进行裂变 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 2020年的11月20号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朋友圈发了一个 如果你们可以看我朋友圈的话 我说无论是有型的产品 还是无型的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 货客持续的比同行更便宜 更高效 更稳定的持续货客 并且达成留存 而且老用户的口碑裂变带心 这个是重中之重 对 我发现我们两个讲的东西 很多都是不愿而同 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其实怎么样让货 就是我们到中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能让货客的成本变低 对 其实关键就是在两头 一头的话是在商品企划能力 一头的话是在供应链能力 对 商品企划能力是什么呢 我们商品企划是要发掘很多的产品 它是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吸引客户的 这种就是所谓的爆款 但是我们后端的供应链 就怎么样撬动后端的供应链 用更快的效率更低的成本 把产品做出来 这两者相结合的话 才能够达到 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产品 是有可以做到更低的货客成本的 这是其中一个 但是你说更低的货客成本的话 这是一个热销款和爆款的一个逻辑 更低的货客成本 它一个很基础的来源就是 来源于客户对你的品牌信任 客户他为什么对你的品牌信任 就很简单的 他看到这个图片 他买回去的产品 他就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他看到这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是你拍的 你发出的产品 它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无论是中国的买家 也好还是海外的买家 他预期是收到100块钱的东西 你如果能让他收到105块 他会很开心 对 你把10块钱的看上去更开心 他至于成本是20块 30块那就考你的功夫了 你可以用20块实现30块的这个品质 那说明你的供应链牛逼 你优化能力牛逼 你商品企划能力是一致的 风格是能够传承的 然后如果你只是他希望得到100块 结果拿到是80块 那自然而然就用户流失 投诉 甚至说你涉嫌欺诈 等等等等东西就来了 对 你刚刚提到一点 就还是回到你最喜欢的网球 因为打了15年的人网球 打了15年网球的人 你到今天还在找找教练 当然你找了教练越来越牛逼了 省极大 我当时学网球是跟西非的多哥共和国的国家队 教练学的 那个人是很牛逼 我们是很牛逼的 每个月花的这个费用还不少 学了一年 学了一年以后 所以现在还记得那些基本功 那问题来了 中国还有很多很多人 无论是传统的 这种品牌的服装品牌的 这个又做国内电商 又做这个线下零售的 跨境出口店现在的卖家 或者是被这个占群 有些人是痛定思痛了 我要喜心革面了 我不能做这种真的是割韭菜的方式了 我想去做一些长久的生意 说我们能怎么帮助到他们 当然这不是让奥基来去做事情 就从你的角度 你也是从刚刚开始学到现在 跟省队的教练去练网球 那在之前 你这些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这行业的人 能够走稳一点吗 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 奥基是吃不完的 我明白 薰也吃不完 是的 这其实整个全球的市场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那我说一下吧 第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首先的话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首先先不要管风格这个事情 那我们做事情的话 现在要解决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质量和时效的这个问题 质量和时效 对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必须要解决的 对 我们解决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再来探讨风格定位 以及品牌定位这个事情 还有商品规划这个事情 首先是质量跟交付 对 然后是定位跟风格 对 那么第二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商品企划 我们的摄影能力 我们的视觉能力 我们的设计能力 我们的品牌能力 这是第二步要做的事情 但第二步的话呢 也不能同时五个一起做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做的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会做一个叫 简单的品牌定位和风格定位 商品企划定位 设计企划 那我们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摄影视觉能力 那么先把这几个模块做好 我们先就是先开始做 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复盘 我们有很多的 就我们有一定的数据积累之后 那它才会有一个字的飞跃 例如摄影 摄影的话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你的图片上去之后 点击率是多少 就它很多数据它可以呈现出 你这个产品是行不行的 例如点击率它是OK的话 你的转化如果是不好的话 那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团队通过就是大量的数据复盘 那么我们的摄影能力 我们的整个设计能力 它就会不断的提升 那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那么把这一块打磨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些品牌的事情 它就会有一个字的飞跃 其实在我看来 只要做到质量失效 还有我们的视觉能力 我们的商品企划能力 和我们的这个设计企划的能力 其实它基本上 你知道到第二阶段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啊